中国人和现在的共产党 每天都在用的招数 没有实力 完全走捷径 偷鸡取巧 对吧 那么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很得意 我偷到你的东西了 你郭文贵 你和你的战友 开会 结果呢 下面网评一片大好 就像共产党一样 天天骂美帝国主义 结果把自己的老婆孩子 全送到美国来 是吧 只有在中国的那些 根本来不了美国 也没来过美国 也永远没能力来美国的 内心里边各种复杂的原因 第一无缘无故的得不到的恨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那种酸劲 以及人性最大的本质的变态 就是得不到我就毁掉它 我只要是没有的 我就说坏 所以很多共产党的宣传 为什么成功啊 它启发了人类上 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 你既没去过美国 你也没去过欧洲 你美帝国主义 就基本的脑子 你们他不知道吗 那美国那么不好 美帝国主义 你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届又一届的政治局委员 一届就成为老婆闺女 四生子女都送到那边去